文字幕 Hej 大家早上 大家好 今天開始 開始 我們今天是理工一九年 我們台灣百姓 台灣文化日的活動 第一場的活動開始 我們第一場的活動 早上的時候 我們的手冊才在第三頁 都有我們的schedule 我們看的schedule 我們知道我們的時間 首先我們邀請我們百姓的社長 李川信社長 來主持第一場的活動 給大家熱烈的掌聲 謝謝 謝謝 在做我們這裡的教授 專家 貴賓 各位我們百姓好朋友 大家早上 大家好 我們今天很高興 雖然今天是要補上班 但是還有很多的朋友來參加 本來有差不多有美鳥老師有報名來參加 剛好今天又是要補休 補假日 所以沒辦法 很可笑 沒關係 我們十月份水上是算北夏 很重要一個一個日子 因為我們在差不多98年前 台灣文化學會在十五、十七來正式成立 我們北夏其實長期關心台灣文化教育 所以這部份我們當然透過文文壇 透過活動 呈現台灣的生命力 像中的當然就是文化跟教育是一個軟實力 是一個起草 台灣如果無法對文化夠有著手的時候 建造自己國家是很困難 這是很明確的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個地方其實也有意義 這個館在日本時代是這個台灣教育館 那當時教育學會 另外就說在建後的時候 跟奧巴又有很密切的關係 就是因為這個地方是那當時的參與會 這個會職 只有當然美國人在台灣的時候 還當過美國駐台灣的新聞處 就是新聞中心 現在變成台灣國家的一個建國 我覺得是一個蠻重要 譬如說台灣文化跟教育需要做一個很大幅度的轉型 因為這樣教育是文化都圓 文化都圓之後 尊重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語言 但是比較教育是要國家一體 如果國家分裂的話 那就國家認同分裂就麻煩了 台灣其實最初不是藍利的問題 它是一個認同問題 人同或無同在凝聚一起的時候 台灣永遠是一個分裂的社會 這個其實很困難 阻擋中國對台灣的一個威嚇 跟它的併吞 所以我們要從文化從教育著走 是一個有道理 我們系列活動 大家這個單上有了 我們今天在中 另外我們在十九有一個文化日晚會 有圓民之歌 台灣客家的一些歌謠 還有這個故鄉室內樂團 跟這個台灣國資院音樂協會的表演 第三點是這個十月二人 二千兩天 這是一個文化資產研修營 我們有這個林雙普老師 也很久沒有出來 他在說這個韓業孤單向李橋致意 李橋老師現在今年得到文化 行政院文化獎 是不容易的一個台灣作家 另外是黃明川 可能大家也蠻熟悉的 要談這個台灣電影 台灣高雅伯 我們現在這個吳國珍 現在是公視台語台的主持人 他對高雅也很親密研究 這是都會有機會 先大家共同參與 今天我們這個 第一場論壇 在共調台灣 對文化的差異衝突跟融合的問題 我們特別邀請到三位以談人 第一位是我們向陽老師 林教授 掌聲歡迎他 再來是我們新議員 李明洋先生 他的師在這裡 愛與希望之歌 就是重量級 第三位我們江教授 他也是議員專家 對台灣文化也提出很多一些很好的見解 今天我們對這個部分做一些論述 我們一個人差不多半個小時 留一點時間 大家互相交換一些意見 好不好 好 我們是不是先請我們這個 林教掌聲歡迎我們的李明洋先生 謝謝 謝謝